这款和这款分别是随西铁线在2003年通车 和港祖线西银段在2014年开幕 由法国引入香港的TALIS 战机 它们虽然外观不同 但机软设计近乎一样 为了取消传统的转棍 以及方便长者和有需要乘客 战机改用光学感应器来证明发活板开关的时间 但有时小朋友身高未能触动感应器 或者我们身上的手袋背囊等等 都会令到感应器以为要延长活板打开的时间 即使活板打开了 都不代表可以不用用车飞进门 道理就等同在超级市场收银位是可以自由进出 但我们都不可以随意拿走货品 在进门的时候 乘客应该站在地面望线前面 之后再拍卡 如果在港祖线西银段的车站 拍卡位还会亮灯 提示乘客可以随时进门 拍卡后 记得留意闭机萤幕的映示 因为TALIS 闭机一分钟可以容许超过60名乘客进门 所以要分清楚萤幕是否显示着 你会把80通相关的记录 如果遇到职员查票 乘客应该尽量配合他们的指示 当乘客对需要缴付的车资有意义的话 不论查票员是否港帖员工 或是外判公司的职员 都无需即场缴付任何付加费 乘客亦可以透过上诉机制 要求复合查票结果 在未来 为了令车站的人流更加上顺 以及照顾不同乘客的需要 TALIS 闭机将会引入到 例如是黄埔海洋公园的新车站 其实自1984年通用处就叫推出以来 入闭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留意闭机的显示 如果我们动作太快的话 闭机未来得及 将入闭记录写入车票里面 触闭时又要去客户中心排队 免得失事之余也能阻止其他乘客人